朝鲜或与中俄举行联合军演 朝鲜今年上半年对华莱料加工贸易额189万美元 韩联社首尔9月11日 电韩国专门研究外交 统一安全政策的智库失踪研究所 11日援引该所研究员正在新阴和上海复旦大学 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勇近期发布的一篇报 告称不排除朝鲜与中俄等国举行多国联合军演的可能性 报告称随着俄乌局势和美中战略竞争加剧 中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中国将出于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考虑 进一步夯实韩半岛军事安全防线 今后获同朝鲜、俄罗斯、伊朗等友邦开展新型军事安全合作 朝鲜完全有可能参加由中俄牵头举行的多国联合军演 报告指出美中战略竞争加剧 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朝鲜的战略价值愈发重要 朝中关系将得到空前巩固 中国政府坚持绝不允许韩半岛生战生乱的立场 并针对朝核问题提出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建议 比起无核化 中方更着重于维护半岛和平 并据此调整对朝政策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卡托尔日前发布一份报告称 受新冠疫情影响 朝鲜今年上半年对华来料加工复出口贸易额为189.4万美元 仅为2019年同期4644万美元的4% 朝鲜于2016年和2017年因试涉和党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经济制裁以来 一直积极推进来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对华出口 主要加工品目有手表机芯、假发、假睫毛、铁合金和模型等 按地区来看 与朝鲜两江到惠山市相邻的中国吉林省 几乎垄断了朝鲜所有的来料加工贸易 按年份看 朝鲜对华来料加工复出口贸易额2017年为9997.5万美元 2018年为5,475.8万美元 2019年为8271.3万美元 2020年因疫情骤减至888.6万美元 2020年8月至2021年为0 来料加工生产减少或中断 可能会给朝鲜带来失业率上升 外汇储备减少等困难 预计这一局面直到疫情缓解前难以改观 预计已经处理了 预计就093万美元 预计这一局面 预计好